客厅桌面上放满空酒瓶 吃晚的泡面和垃圾没整理外 厨房水槽内餐具也还没清洗 就连地板上也还留有烟地痕迹 而且全是房客留下来的烂摊子 让民宿业者气炸了 桌上 庭院 烟地 槟榔渣 厨房都是就像我拍的照片那样 很恶心 非常傻眼 我一个房子这样子 然后被他们弄成这样 就是这一群入住房客 把室内弄得乱七八糟 另外室外也被弄得很惨 留下来的食品堆了满桌 垃圾和烤网也全往地上丢 连业者用来当茶桶的玻璃瓶 也被他们弄破 当成烟灰缸使用 因为我现在都清不掉 这个都是槟榔渣 这个都刷不起来 色素吃进去了 然后这边整面墙延伸到楼梯都是 宜兰东山这间民宿业者 在当地小有名气 老板10月26号接待 这组近30人的包栋房客 但没想到他们入住了一个晚上 不但破坏入住规定 在室内抽烟 还把现场弄得一团糟 连带影响隔天入住房客 他们现在也没有一个 给我们一个明确的道歉 然后也在FB上面 就是留言找朋友来 威胁我们 说什么骂脏话三字经 弄脏民宿还拍拍屁股走人 这群人事后看到业者指控 还上网留言负评 而花钱当大爷的行径 也引起大批网友不满塌伐 目前业者已经搜集证据 正考虑对一群人提告求取赔偿 三地线五 黄国立陈紫阳 一览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栏文费